你是什么东西啊 你跟我凶 我是客人啊 男子没戴口罩站在网卡柜台 跟店员起争执 希望你在雕我吗 我没有雕你啊 但是我们看那个时候要证件啊 因为证件出示问题发生口叫 还是你要先回去拿证件 我不欺负女人 可是你也不要欺负我 店员强硬要求对方拿出身份证 男子不听双方僵持不下 干掉 你他在这啊 声音太大 里面的顾客也出来 要他们小声一点 事发就在台中北屯区 中情路上一家网卡 50岁周姓男子凌晨 想要开包厢玩游戏 没有带身份证跟店员起冲突 认为店员可疑刁难 那如果是吸奶的客人 我们没有看过 那我们当然一定都会请他 出示证件相关的资料等等这样 店家出面澄清 要求出示身份证是按照规定走 就怕会有未成年孩童违规闯入 加上男子喝醉 所以店员才会要他回家一趟再过来 没有要刁难的意思 很正常吗 他就查明你有没有成年了呀 实际询问常去网卡的顾客 野兽在柜台出示证件是常见情况 根据规定18岁以下孩童半夜10点过后 就不能逗留在八大场所 包含网卡要是违规金发局就可以开罚 一到三万元的罚款 闹试男子疑似喝醉 所以情绪失控 女店员也选择不提告 只希望他下次能够好好配合 TVBS新闻凌晨 111台中采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